黑悟空概念股派对开不停 哪个族群最抗跌 今天这个大阪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除了显示卡之外 那记忆体模组也是受到这个所谓的黑悟空 这样的一个利多 造成它比较抗跌 可是这些记忆体模组 之前非常多人在谈 但是不是因为黑悟空 是因为一些说这个库存已经消化掉 那现在因为黑悟空的概念 那到底它有没有起死回生呢 今天我们就来告诉你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贝拉 让我们欢迎胡真宏 分析师老师好 贝拉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黑悟空概念股掌势 今天还是相当的惊人 记忆体族群相对的抗跌 那有什么个股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呢老师 好这个黑悟空 这我相信这个题材一出来 当然这个先冲出去这显示卡的部分 那昨天显示卡是非常强 那我也针对这个显示卡 昨天跟投资朋友来做个解析 是 那今天显示卡的族群 虽然没有全面涨停 但是呢也非常的强 因为最少都涨6%以上 是 好那我们现在又开始讨论到 因为你显示卡再怎么动作 还是需要什么 记忆体 没错 来去做个硬做 所以记忆体有没有间接受贿 那股价到底又该怎么看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的 好第一个就是围缸 围缸 围缸在这个地方投资朋友你可以看 其实啊 现在的不管是显示卡还是记忆体的这些个股 实际上它的这个季线跟半年线都是呈现死亡交叉 是 那反弹来讲的话在季线就很容易遇到个漫娅 就像显示卡今天这个像这个汉逊 还有这个立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继续涨定板 是 好那我们为刚刚又该怎么去看 我觉得一样哦 你要先去转为强势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季线先克服 是 那有些是连这个半年线是第一个关卡 所以说目前来看它能不能去占商季线 我觉得是蛮主要的 是 所以说但是现在有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反弹的这一波当中 那量其实是非常的少 嗯 也就是说大家追价的意愿 并不是非常的高 是 所以因此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这个最近的这个量能的动能 能不能再度增长 可能就是关系到股价的强弱了 否则再维持这样子的一个量 我觉得要往上冲的这个动能就太弱了 是 所以因此这个目前来看 能不能去攻上这个季线 就是我们现在的 先看的目标 好 再来就是金豪科 金豪科 那金豪科在这个地方 比较有一个败比就是 以前大家散户很喜欢去买金豪科 一直传些利多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认为这个金豪科非买不可 好 这样重点来了 就是因为它之前很多的散户去买 那造成它跌破之后 就很多人就等解套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稍微去注意 就是筹码会比较乱一点 是 那因此它这个半年线就是我们先要去看能不能去克服的地方 那当然碰到半年线我觉得那个压力会蛮大 是 因为之前套蛮多人 所以我觉得金豪科反而在这个地方 你要稍微去注意 假设有反弹到半年线 那它又没有办法放量的话 可能你手上有的投资朋友 可能要先拔挡一下 会比较安全 是 因为我觉得它到目前为止 整个那个 应该是说法人跟主力 好像没有意愿要去碰这堂股票 因为第一个它的K线没动 是 我们所谓K线有动的就是它要比较大根 比方中红K 长红K 没有 都是小小的新线 是 那就很麻烦 那再加量能也不足 所以我觉得金豪科在 应该是说 应该 这一阵子 可能不是投资人 你要可以选择的标的 是 好 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南雅科 第三档就是南雅科 南雅科在这个地方是偏向什么 偏向法人的部分 是 法人这一波也被套住了 那他会不会去做个解套坡 我觉得蛮有机会的 好 他如果要去做解套坡 那基本上他会先去挑战季械 是 就是说你到目前为止 还有这个短线的价差 就是到季仙 那有没有机会再去碰半年线 我觉得机会也蛮大的 因为毕竟他是法人的筹码 比较为主 赏户好像比较少 是 因为他会去买什么 金豪科 要不要买卫钢 好 所以说南雅科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再去供 这个季仙跟半年线 我觉得就是看法人的动态跟筹码 现在的成交量还是不是很大 能不能放大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的 最后一档是什么 十全 讲到十全 这档股票 我以前他们 以前是全有个什么 嘎工行情 哦 之前我也操作过 是 从110块一路嘎嘎到184点 嗯 好 这一波的嘎工行情结束之后 就开始 就一路往下走了 那可是这一路往下走的这个阶段当中 他最起码还首处半年线 嗯 同时朋友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威钢 包含金豪科 是 还有那个南雅科 是 有没有这三档股票 都是跌破半年线走 是 可是勒斯全有没有跌破 没有 没有 所以他是比较呛 是 那一直有没有机会再往上走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就是在季线 他能不能再去站上去 可是呢 因为他那个横盘的地方 蛮多人被套住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压力在多少 138到158 是 所以说假设他站上季线之后 我觉得他再往上去挑战压力去的时候 如果真的让你看到158 假设有 假设不小心让你看到158 记得 先跑再说 因为那边的这个套来麦芽 蛮沉重的 好 以上的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好 我们谢谢胡老师今天的分析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 记得加入胡老师的line at 还有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欸中学同学 你瞎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喔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